平常姐是這樣啊 完妝出門啊 那妳的化妝女孩呢 我有一個行動的化妝室 什麼意思 神奇法寶 什麼意思 這一個 這哪夠啊 等於說我只要這一顆 我就可以完成 隔離 底妝 遮瑕 腮紅跟唇膏 還有沒有 打開呢它就跟一般的七點粉餅 沒有什麼大的大別 但它有一個智慧旋轉的功能是 這邊樓上是七點粉餅 樓下你這樣轉 打開是 遮瑕膏 還有唇膏跟腮紅 可是妳要講我還是不像 妳可以示範嗎 我當然可以示範啊 現場示範一下 而且它很快 真的假的 因為我這邊有一個斑 那我剛剛說的它有遮瑕膏嘛 對 一般人會覺得先用遮瑕膏 不是啦 我有一個特別的方式 就是我會先用它的 腮紅跟唇膏的部分 我先塗一下 因為它是暖色系 遮斑一定要先校色 就是一點點就好了 沒有...就是斑的話要用暖色系 對 所以這個可以用 然後我們再開始用 氣墊粉餅這一塊 這樣就是顏色比較均勻 翻過來就是氣墊粉餅 而且妳說它還可以防曬 對 它防曬是它隔離 因為我剛剛都沒有塗任何隔離 對 那隔離它本身就有 SPF35 然後你就這樣壓 35很高耶 很高 這樣就夠了 對 日常旅行是夠的 有沒有...可以這樣就好了 我的斑是不是就沒了 完全沒有了 然後妳也可以看它的質地 非常水潤 對啊 感覺不是很乾乾的 很自然 對 本身氣墊粉餅的遮瑕力 就很好了 而且它裡面有很厲害的保養成分 是雪蓉花 雪蓉花 對 妳也知道 雪蓉花 很多現在高級的保養品 或是都有 對 它就是可以加強控油 然後還有可以提亮 然後光澤感可以很持續 有啊 我這樣看就很透亮 對 但是從鏡頭看更明顯 持續跟持久都很重要 然後我剛剛用的量 其實都沒有很多喔 就是只是輕拍 好 那妳看我就說 對啊 妳看兩邊就有差了 有差 很亮耶 對 那個光澤感 氣色也很好對不對 重點是透透的 我的底妝好了 對...我要看妳弄那個... 翻過來樓下的部分 打開 那妳還是會有一些些 譬如說豆巴小茶吃啊 對 其實妳知道有一點溫度它 它也不是太乾的喔 它很濕潤 它非常濕 它是乳霜嗎 它有一點點像乳霜的質地 但它的遮瑕力很強 我弄給大家看 它有... 這個就可以在眼睛下方 黑眼圈 尤其是妳在眼睛下方 很多細紋的地方 妳很怕很乾的遮瑕 這個超適合 太棒了耶 很棒耶 妳看看... 對啊 因為我們就怕那個細紋很乾 而且... 會覺得那個... 然後會那個地震好像那個... 疊開 疊開 而且它有SPF50 這塊遮瑕 這個有50 所以像我剛剛很在意的這個斑 我一定要好好的防曬的話 50已經是最高了 對 讚耶 整個完成 好方便喔 非常方便 而且現在天氣就很容易流汗有沒有 是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嗎 不會啊 因為它就不太會脫妝 因為它保濕度夠了 然後大家看到這個紅色 對 會覺得好像很紅很可怕 對 上上去有點擔心 我來先塗在手上給大家看 不要擔心 它其實是美果色 比較粉 有沒有 它不是你想像中的那一種正紅色 就直接用指腹 再多也不怕 就可以 它也不用帶什麼工具 對 用手就可以了 手是萬能的 你看 是不是很自然 對 然後 然後它可以當腮紅 這樣子很像皮膚透出來的耶 就是試上突然更好啦 好看耶 有沒有 真的... 真的也需要說眼影都可以上 可以 它眼影也可以 所以我說它是多合一 對 它不是三合一的 加眼影這邊也可以 對... 很適合出去旅行對不對 很方便 就帶這個就好 不用再瓶瓶罐罐一大堆 它有一種尾素顏的感覺 但是流行就是看起來是素顏 但是其實妳是很美 心機妝 沒錯 這是心機妝 所以妳的化妝包就是這一盒 我沒有化妝包啊 就這樣 這個很棒... 完全又不佔空間 而且不佔空間是怎麼樣 我放口袋就好了 對啊 而且妳去什麼遊樂園 隨時可以拿出來補耶 對 補妝很方便 超方便 好唷 這樣就完成了 而且我剛剛也沒有花多少時間嘛 太棒了 謝謝柏妤的分享 太棒了